我是个离过婚的女人 虽说已三十出头 可美丽气质不减当年 所以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 其中有一两个人最为执着 我一时拿不定主意爱谁弃谁 而身边的姐妹同事也是主意不一 最终我若有所思地说 据说一起旅游是判断对方 是不适合自己的好方法 咱没空长时间旅游 就来个短途游 嗯 要不这样好了 明天就是星期天 我分别约两个男人跟我一同爬山 请你们暗中观察一下 谁才是我的真命天子 好不好 大家一听自然是轰然较好 第二天一大早 我和第一个求爱者在西郊的小山脚下见了面 这是一个比我小两岁的男人 个子高挑 皮肤白皙 看上去青春时尚 活力十足 一见面那男人就热情地说 还没吃早饭吧 我请你共进早餐好不好 我含笑答应了 男子当即领着我进了一家快餐店 吃过早饭后 两人开始爬山 一路上男子一边嘘寒问暖 一边不时从随身垮包里 拿出点心饮料什么的 给我吃 跟在后面的众姐妹把这一切尽收眼底 一时间羡慕得都红了 谁知就在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 初冬时节 雨虽不大 但淋在身上寒意入骨 男人却一点也不在意 还向天空伸展开双臂高叫道 让爱的小雨滋润我们的心田吧 我却冻得直发抖 颤着嘴唇说 我有点冷 还是下山吧 男人看上去有点扫兴 但还是痛快地答应了 然后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他一把脱下外套 体贴地穿在我的身上 而他自个只穿了一件衬衫 我脸疼得一下红了 说 快穿上 不然你会感冒的 男子大笑 豪情万丈地叫道 男子汉大丈夫 曲曲小雨又算得了什么 来 咱一起来个雨中奔跑 肯定别有一番情调 说着 一把牵住我的手 加快脚步 向山下奔去 我的手给他钻得热乎乎的 正有点心跳 忽然啊的一声尖叫起来 原来我穿的是高跟鞋 刚才跑快了 一个不小心把脚脖子扭了 顿时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步也不能动 男子心疼得不得了 要帮我揉脚 我红着脸不让 男子忽然一扶身 把我背在身上 说 那咱就来个猪八戒背媳妇吧 两人来到山下 时雨停了 放下我 男人已是气喘吁吁 我感动极了 说 辛苦你了 话音刚落 那男子忽然张大嘴巴 阿呸一声 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接着一发而不可收 响亮的喷嚏 接二连三打得不停 我更加过意不去了 搅着手说 都怪我让你受了凉 来人还是豪情依旧 说 小试一桩 啊 配我忙还给他衣服 说 你先回去吃点药 我还有点事 咱们回头再聊好不好 那男子因为眼泪鼻涕一大把 正有点发炯 一听这话 如文大赦 忙说 也好也好 回头见 男子一走远 众姐妹立即围拢来 七嘴八舌地说道 我 这个男人不错啊 又时尚又浪漫 还关心人 颇有绅士风度 这事我看就这么定了 我含羞说道 现在下结论 还为时过早 又拿出手机 看了一下时间 说 我跟第二位约定的时间 差不多到了哦 他来了 众人抬头一看 远处果然来了一个男人 这男人看上去 岁数比我略大显 一身休闲装 加上胯包 风度看上去倒也 不输刚才那一位 只不过 时尚略嫌不足 我低声说 各位姐妹 还得请你们 帮我暗中把把关 然后大步迎上前 说 你来了 大伙暗吃一惊 我的脚脖子 不是扭了吗 怎么一会的功夫就好了 难道他是故意装的 那男人见了我微笑点头 说 你好不好意思 你倒先到了 不过 我可是按你约定的时间来的 你看 等会爬山 要费体力的 要不咱吃点东西吧 我答应了 于是 两人一前一后 进了一家牛肉面馆 众姐妹远远地望着 个个直吐舌头 说 我今天这是吃第二顿早饭了 他想撑死啊 很快两人吃完早饭 开始爬山 男人一边走着 一边讲着笑话 但更多的是听我讲 他听得津津有味 谁知就在这时 跟先前相同的一幕出现了 天空再次飘起了小雨 男人看上去 一点也不慌张 不过并没有激情地 脱下资格的衣服 穿在我的身上 而是打开包 拿出两把雨伞来 说 昨晚看天气预报 说 今天有小雨 真准 一边为我撑开伞 我的头上刹那间 展开一朵美丽温馨的花 男人又说 下雨山路湿滑 我建议 咱们还是下山 好不好 我说行 两人便转身往山下走去 众姐妹远远地看着 心说 我 你该表演扭伤脚了 谁知就在这时 男人忽然轻叫一声 等一下我一愣 却听到男人用一种 稍稍责备的口吻说 明知道今天要爬山 你还穿高跟鞋 给 穿上我呆住了 众人也呆住了 原来男人竟毫不犹豫地 脱下资格的运动鞋 要我穿上我还要推辞 男人以弯下腰 不由分说地 脱下我的高跟鞋 再细心帮他穿上运动鞋 又系劳鞋带 满意地说 我的鞋给你穿 虽说大了些 但鞋带既劳了 问题不大的 出发男人赤着脚 陪我到了山下后 我说 今天多谢你了 我还有事 你先回去吧 回头咱再聊 男人穿回自个儿的鞋子 说 行啊 你回头小心些 伞你拿着 等一下只怕还会下雨的 众姐妹围上来后 感慨万千 说 我 你眼光真不错 比起刚才那个 这个也很好 只是略嫌沉闷了些 没有刚才那位激情四射 难怪你拿不定主意里 我忽然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 就在刚才我已拿定主意了 正像你们看到的那样 第一位 请我吃的是洋快餐 下雨时脱下衣服 让我穿上 最后 当我洋装扭了脚时 又不辞劳苦地背我下山 所有这一切告诉我 她激情浪漫 活力十足 但仅此而已 而第二位 请我吃的是牛肉面 下雨时早就背下雨伞 并把她的鞋子换给我 虽说少了点激情 但更踏实 周到 我最后动情地说 我不是不懂人事的小女孩了 上次离婚的惨痛教训告诉我 作为女人 更需要的是一份稳妥绵长的爱 相比起来 牛肉面比起洋快餐 更健康 更负营养 一把雨伞 比起热情 比我更体贴 而拖鞋比拖衣更加成熟 所以 我选择第二位众姐妹 若有所思地听着 然后热烈地鼓起了掌 今天的情感故事 就到这里了 我是你们的小编 记得下次再来看哦 如果大家也有同样的故事 欢迎联系我 您讲述故事 我聆听 并帮你分享出您的故事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情感 小烦恼 和小问题 找不到人倾诉 那么就分享出来吧 我也会帮助你们 把你们的精力分 想给我们网友们 共同探讨出解决方法 祝你们天天开心